Hello 大家好 我是桑普 欢迎大家来到桑普论证的节目 又到7月4号的晚上跟大家做这个桑普论证 今天跟大家讲什么呢 讲中国的新闻 中国的国情 因为都有一段时间没跟大家讲了 当然了 今个星期六跟大家见面的新桑海神州 我们都会继续讲这方面的问题 可能是杰斯频道 但无论怎样都好 我和他做的节目是关于英国大选 八国大选 拜登退选论 这些都审讶层上 留到时再讲了 很多人都关心英国大选的 我虽然不在英国 我都呼吁大家 无论你们左派右派也好 在英国只要是港人 只要有投票机会的 很善用你们的投票机会 关心英国 保英 抗中 换港 这个是缺一不合 三样东西 希望大家努力 也希望这个选业结果无论怎样都好 究竟是左派的工党性 还是右派的保守党有机会赢 我想看机会比较微 因为是一个被标签为极优势力的 其实我觉得那个不是真正的右派 他只是缺欧派 独立党 这个是否等于他货真价实的右派呢 我都觉得有个问号 尤其是他与中国的关系 死亡之吻比下去 例如Reform UK的Nigell Farage 这些问题会不会出现呢 大家选票决定 希望大家珍惜大家的选票 你们在看我这个节目的时候 应该已经在英国当地时间 投票的时间了 希望大家珍惜手上的选票 希望未投票的尽快投票 七月七号法国大选 七月十五号至十八号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 跟着共产党的show 另外就是七月尾有巴黎奥运的 希望大家关心有关的问题 希望大家因为我做这个节目都是需要时间精力 希望大家能够可以落线好施 其实我在Patreon收到的钱 全额撥捐台湾香港协会 希望每月定期定额 可以付费给Patreon 订阅YouTube 订阅Patreon 看完广告 利用Superfans的功能 看完影片 利用这个赞助本人 也希望大家能够留言 分享给志同独合 中国的国情相当多的 要讲的我们先由经济讲起 经济讲一些数据给大家听 这些全部是中国统计局的数据 不是我自己老作出来的数据给大家看 首先中国的经济和贷款需求疲弱 投资者悲观 十年期的国债值利率 我先解释这东西要有些经济上识 什么叫值利率 就是dividend yield 什么叫yield 就是你投资国债 值利率等于你那个债券收到的利息 随以债券的价格 利息通常是每月定额支付不变的 而债券价格是随着市场的供需浮动 可能高 可能低 当很多人买这个债券的时候 支持这个债券的时候 价格自然涨 因为价格是份母 利息是一个分子 值利率等于利息随以价格 很显然 当价格上升 很多人买入这个债的时候 值利率就会下降 而中国正在面临值利率下降的问题 十年期的跌到2.25 三十年期的跌到2.45 超长期的五十年跌到2.48 可能在未来时间 会有倒挂出现 即五十年期的国债的值利率 可能甚至低过三十年期的是非尋常 无论如何 这个代表什么呢 很多的资金流向中国的国债里面 那是否一件好事呢 No 为什么呢 不是一般人去买的 这些是机构投资者 国企 民企 全部是听中央指令的买单的 意思是什么呢 你将你的钱 现金 化为国债 你只是拿一个debenture 拿一个bond 即是拿一个国债 然后等五十年 你才可以cash out这笔钱 这段期间 国家 即是党国 只是每个月 每年支付你利息 鸡税那么多 约定多少就多少 那你就于是觉得是否稳定呢 中共塌 你就玩完 中共不塌 你也可以稳定的 破产 你就玩完 未破产的 你都有少少机会 撿到的鸡税那么多的 但是你说共产党不只是跟游戏规则玩的 它设计一系列的制度就说 讲讲下 我现在不给你利息 利息也断垃圾 即是说钱也没有 利息也收不到 你完吗 拿枪就行了 共产党不用怕你的 所以去到时候这个就是割韭菜人矿的方式 对付很多现在的一些既得利益者 那你说一般的人是不是被吹谷去买国债 YES 但是很多人存款高期 2020-23年这四年 中国人存在58.24兆 即是582,400亿人民币 新增的储蓄相当于09-19年11年的储蓄总额 而其中82%是定期存款的 换言之又锁了隔晚 定期存款即是说你未到期 不用止意拿 再不要说现在银行限提款的 你提款超过一万元 或者有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做法 有些五千元有些二万元有些十万元 whatever 不让你提 你提多了的它不会说不让你提的 讲原因 讲原因即是不让你提的意思了 第三你的钱拿不走 存款是你唯一的选择 你可以怎样呢 你不存款 你不去做买国债 顶多是什么呢 换一幅墙出来 塞了钱在那幅墙里面 似徐财后的 将那些墙全部挑空了 将那些现金塞在那里 但你别以为这样搞得行 突然之间共产党作废这笔仁子都得的 谁都敢死的 所以活在中国共产党的淫威之下 包括港澳 基本上是没有运行 我可以这么说是现在没有运行 现在它已经瘋了 已经去到这个情况之后 会不会有改善 任何的在上帝创造的世界里面 什么都高低起伏的 但是在共产党之下 不用止意 没有共产党才有新香港 这个就是肯定的情况 再来 制造业不振 6月的制造业采购经历指数PMI 49.5% 连续两个月跌破50%的荣夫线 不行 再不需要说社会消费品的零售总额 同比增速不及武汉肺炎前的一半 即是在消费市场也没有 房屋销售额下跌超过30% 接着基建制造业 刚刚说PMI 房地产投资 三方面都下跌 至于说一些利润的暴跌尤其严重的 就是原有加工业的利润 年减178% 在1月至5月是这样 煤炭开彩锐减32% 需求疲弱 富全增加 好了 大家准准乐道 曾经我从事过外商投资企业的一些 外商的投资 中国跌幅扩大 1至5月4125.1亿人民币 年跌28.2% 跌幅大过1至4月的27.9% 即加上5月再跌多0.3% 越来越跌 自2023年6月未停过跌 上市集资IPO Initial Public Offering 这个IPO上市集资 我看看以去年来说是怎样的情况 欧洲65件个案 集资152亿美元 每年增长196% 美国IPO80件 178亿美元 按年增长75% 中国包围香港 只是44件 46亿美元 按年减85% 你说做什么生意 所以为什么 一个外资的事务所叫DECOT 叫撤出中国和香港 没有IPO 就算有都给了中资的律师楼做了 有什么好做 育儿费用很贵 从小时候培养到大学毕业 费用超过9万4千5百美元 你不是免费教育吗 我不管 总之你免费教育已经补贴了 但其他你要买奶粉 衣服三副鞋物那方面的 总支出平均9万4千5百美元 自己乘下个数了 接近80万港币 接近你成八的话 接近这个 类似80万港币 达到80万港币你要养一个 即儿童一路去到 这个大学呢 香港当然超过这个数了 但不要忘记 这个是整个中国 穷乡被人都包含的平均值 这个很重要 哪个人还会在中国生孩子 达到2023年平均GDP 12621美元的7.5倍 即每年国民生产总值的平均 每个人的平均的7.5倍 即是说你一个父母 不吃 不买 不住 不花任何钱 7年半 你才可以使得一个小孩 从小读到大学 我问你了 怎么办 这个是中国现在的客观的数据 好了 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 大家会怎么看这件事呢 你会看到 整个中国更加多的故事 跟大家分享 首先跟大家分享 这个就是网易一个资料 我知道台湾的李孟居先生 发出一个资料 网易现在中国共产党的网媒 他说 上海市财政局工作人员说 为达到上半年 财政报表的平衡 就向很多的寺庙滑笼 香油淺 OK 静安子 龙华子 玉佛子 东霖子 保华子 碧云正苑 盘龙银 和洪福子 这些譬如正安子 我去过的 因为正安是一个商业区 现在大家知道 好了 这些地方的话 每个要挂 临时借款 有借一定没有还 你想还 拿枪打你 是不是有还 短期周转债务 总共借多少钱 100亿人民币 我不是100万 100亿人民币 10 billion 人民币 这个香油钱 中国叫香火钱 就是借的 其中静安子一间 48亿 差不多一半 刮了出来 先再算 现在要手挂那些寺庙 那些寺庙都是共产党开的了 都要向那些寺庙手挂 总之 个个交数 不得了 如果你做黑社会 大佬要钱 个个堂口 立即交你们 剩下一筆数出来 个个堂口的兄弟会怎么看你 所以累积起来的一些怨气越来越重 是 那些钱是党的 你全部帮党看钱而已 但每个地方都是贸腻来的嘛 每个人都是挂那笔钱的嘛 哇 你吃了别人就出去 还不得了呢 这个呢 开始官不聊生 寺庙都不聊生 中金公司 CICC 有个女员工 被减薪 这位女员工呢 其实就是说呢 背了一个高额的房贷 其实在香港来说 私空见惯了 1100万以上的人民币 背了30年了 买了一块楼 1100万以上 大概港币1300万以上 1300万左右的楼 供30年 突然之间减薪 都不是财源 减薪 发觉到 跳楼都不行 因为为什么呢 立刻负资产 买入 1100万 现在跌了 差不多一半 负资产 整个你自己的首期 Eat into it 而且跌超过你首期 当你首期给三成 或者四成 剩下的六成 或者七成的话 是你的贷款 贷款每个月给多少钱呢 他说五万六千九百元 当五万七 五万七人民币是多少钱呢 六万米港币一个月 各位 不是那么多香港人 除非做律师 什么事 否则你要六万元 供一栋楼 港币很难 突然之间 他身水 就觉得 又减薪 换言之 他身水 都不够供楼 而楼价 已经跌了一半 于是他怎样呢 好悲惨 他在公司大楼跳楼自杀 享年三十岁左右 这只不过是冰山一角 还有一件大事 就是以前常笑 蔣介写在1947、48、49年的时候 教金元券上海 恶性通货膨胀 中国我们期待已久的问题 开始慢慢出现了 他给了一个名词给他的 这个名词大家要记得了 就叫做 无楼印钞 什么叫楼呢 即是抛锚 即是一个船 有一个anchor 就是在海那里 定在那里 定海神楼 无楼印钞 什么意思呢 五楼 五毛印钞 什么叫无毛印钞 意思就是这样的 中国有一条例 他就原则上 不得由中央银行 人民银行 买入债 国债的 于是乎 他就向不同的银行 不同的企业 借国债 借之后 在市场抛售 拿一笔钱之后 再买回这笔国债 这是一个规避 现在 就是 中共中央规定的方式 而很多地方 只眼睛 只眼睛 一买入国债 熟悉经济是 你买了这笔 这笔 deventures 你等于释放一笔金钱出去 意思就是说 我给出来的金钱 是印出来的 名义是买国债 实际上是liquidity 就是希望多些的现钞 可以流入市场 而这个现钞流入市场 是不同任何金本稳 银本稳外币去兑换的 不是你中共有多少外币的储备 去印多少人民币出来 不是你的金本稳 现在都不用金银本稳 因为外币去外汇储备 来做这件事 你如果人民币不是对应于你的外币存底 去印人民币的话 而你的汇价都全门操控 而随时可以因为买入更多国债 释放更多现金在市场上 会导致什么结果呢 第一 你一直操控着汇价 你以为可以吗 但是你释放那么多的钱 现金在外面 就是什么 恶性通货膨胀 货币贬值 金融危机 重现蔣介石离开中国之前 47、48、49年 那一幕就是说你会出现 我们期待以后的支爆 开始有楼梯响了 是不是很开心呢 是不是 对不对 那你说我是不是很极端 搞了一些玩笑话 我就无聊印钞 他说的 我问你这笔钱多少钱 已经公布了钱出来 十兆 我再说一次 十兆 什么是兆呢 一万亿是一兆 十万亿人民币 一炮过买入这些国债 无聊印钞 然后即刻推动十兆人民币 好玩喔 好玩喔 真是这件事出事了 是不是你出不了工资了 跟着你向静安寺刮水了 中金的员工要跳楼了 无聊印钞 你说中国还搞得好 先期啦 你说除了经济之外 有没有好奇的东西 可以和大家继续讲下去 趁有时间 人体器官的移云 去年年底 中国政府公布人体器官捐献及移植条例 宣布由今年5月1日开始实施 正式将器官移植合法化 活摘的固然是有事实啦 有没有好像有些组织讲得这么夸大呢 那是另一件事啦 但肯定有活摘的事实啦 毫无需置疑的 好了 这种试图捐献的情况呢 就是说呢 试造营造器官捐献 都是自愿捐献的行为 OK 这件事搭配了前几个月 在香港那里灰灰洋洋入器官捐献的问题 有些人恶意炒作 我才不讲香港 我讲中国 喂 器官移植合法化 但是中国各地不时发生 失踪或者突然老死的事故 近期有网民发现呢 中国政府计划 将人体器官捐献 纳入公务员考核里面 以前是计划生育 现在我们说呢 计划生育已经是三胎那些东西了 现在将器官移植 设定指标 要公务员达标 他说 器官属于国有 哇 不得了 各位 如果大家在香港 你的器官不是你的 是国家的 中华人民公务国的 我不是的 不好意思 我离开了香港了 但各位 如果你在香港的话 大家要听住 大家要明白 你的器官是国有的 立即合买了中国国民 一个Twitter的推主 就是X的推主 讲好中国故事的地方 就分享了一个 中国场内的新闻 就说 一位住在武汉的 24岁的男人有生 因为脚扭伤了 他要去看医生 给不起一千元人民币的医药费 突然死了 被死亡 死后 就将自己身体里的器官 捐献 你不要说他多自然 捐献给几位高官的 你神啊肝啊 有两个神啊肝啊肴啊肺啊心脏 都是捐献给高官的 被中国媒体 灌上高风亮节的光环的 但这件事是非常不合理的 令到他感到毛骨悚然 而另一个Twitter的推主 X的推主 荣剑就说 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宣布要凝造器官捐献光明的社会氛围 鼓励民众器官捐献 加上五年内实现人体 器官捐献志愿人登记人数 让我成长百分之受 硬指标 争取全中国每百万人口 有八个人捐献的目标 很少 总之就是每百个人生汤八人 那你是不是那八人呢 那就不要理了 你的家人朋友是八个人 你不要问我 甚至计划 甚至计划将器官捐献 立入公务员的考核之中 彰显公务职人员 大公务师的奉献精神 这个是相当不得了 正式人呢 人矿 你的器官就是人矿 你的人矿 那个器官就是矿物 随时可以采矿 因为是国有的 我不是说笑的 他真的这么说 这件事已经成为了一个很客观的事实 OK 那你说这个问题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呢 金融机构呢 金融机构接连爆雷 江西银行一度拿不到钱 问题就相当严重 根据中国网财经日前发布的报导 江西银行的党委委员兼副行长余建 就是因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正在受有关部门的调查 据报道说 近年来多位江西银行的干部 纷纷落马包含江西银行的原董事长 陈晓明 原副行长兼董事会秘书徐继雄 原平香分行行长冯亮 以及原资深顾问黄文杰等人 相当多 另外江西银行也面临淨利润年年下滑的问题 银行的盈利能力受到质疑 部分江西银行存款的民众发现 自己根本无法拿出它存在银行中的资产 并将相关消息传到微博、微信社交平台引发大量民众关注 据中共南勤新闻的报道 江西银行在6月29日逐渐恢复用户正常取款功能 目前江西银行全取款正常 但事实上很多人依然拿不到钱 你说要抗议吗? 你要去总行门口抗议吗? 这情况就说 如果你再来 一定要处罚你们 当局强势镇压 有几百名东蒙汇众合作社存款的居民 在7月1日聚集在蒙音院政府山西省临义市 蒙音院的政府外面是维权 希望政府能够主持公道 协助民众拿回钱 政府和银行都一家人 坐你也多余 找公安、警察、镇压 很多参与维权的民众最后被拘捕 他就是蒙音院的东蒙集团创办的 基本上蒙音院政府的支持 基本上是左腹袋、右腹袋 基本上你当然民与官斗不得了 但现在今时今日 党都与这班官斗 所以上下交双插局面已经出现了 不止这样的 不止这么简单一件事 解放军都出现了很多问题 一个水兵回到乡下 被蒸地 被收回他的土地 全家被打伤 退部军人 于是最终去北京上訪 召拉 你这样做不得了 你解放军那又怎样 你都是炮灰 你以为你以为政权卖命吗 你以为你是赵家人 就拉你 全部都是炮灰 有什么好说 这个就是中国无日无知的情况 但中国人和香港人的根本分别 就是他们不反抗 没有勇气 没有独立的精神 有独立的思考 还有追求自己家乡 自己命运共同体 各地独立的精神 也缺乏了勇气 也没有任何遵守客观游戏规则观念秩序 Law and Order 结果是什么呢 韭菜 人矿 继续下去 这个就是不得了 就算你看湖北洪水 很多人是被冲进地下室的 有人进了地下室 全部的屍体 全部饱满在地方 即是大量洪水夹带着数位民众 由停车场入口直接冲进地下室 被冲进地下停车场的民众 捉住固定物体后才能够站起来逃命 另一方面 整个城市泡在泥水里面 部分房屋直接被泥水淹没 洪水造成灾情 严重影响生活 被用在铁难路的家畜 根本就是无法逃跑 根本上大家人和畜生一起共赴王全的一大堆 是很惨的 即是我说这些东西 不是说我恨中国人 我对中国人不要恨的 我只是说这件事是生灵涂炭 相当严重 所以我们看回这些消息 无日无知要讲的一大堆 OK 要讲的一大堆 但我只是告诉大家 中国出现了很严峻的问题 以这个严峻的问题 去到三中全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争论 这个争论不是三中全会的争论 三中全会是走过场的事情 不会争论 而三中全会之前 似乎有一个非常不尋常的事情 大家看新闻要看得比较深入一些 我周六和杰斯做节目的时候 可能再强调这一点 国务院总理肺的总理李强 最近出席大连下季达玉斯论坛 在大连举行 他坚持对外改革开放 但他说了一件事 就是说现在中国正是彷彿大病初遇 中国经济不能下孟弱 记住五个大字 不能下孟弱 接着这番说话说了出来之后 党媒将其他的事都保留 只是将刚刚说的大病初遇不能下孟弱 删除他 那是不是习近平不喜欢呢 似乎就是这样 习近平说 正以前所未有开辟事业发展的新天地 而且也说到要经济猛弱措施去处理问题 是不是代表着 李强说的东西不得正常欢心呢 分分钟是这样 如果要做这个节目的话 我就可以这样说 现在中国是有一些争论的地方是哪个地方 通常我们问三个question 这是一个question 共产党式的思维方式先 你问我根本上不是question 共产党灭亡就是答案 但是共产党维护它的专政地位 它是觉得权力大于金钱 于是他会觉得要问三个问题 第一 中国经济是病入高方 是重症 还是小感冒 就是经过这个疫情之后 中国经济现在依然是疲弱 是一个感冒来的 很快会好的 或者少少挑拨 就是搞一搞形势一变就会好的 因为是重症 OK 第二件事 究竟就算是重症或者感冒都好 我们要急救 因为缓治 缓慢的缓慢慢去议 第三件事 在国际经济的判断里面 面对美国 究竟要斗争 还是合作 是不是三个问题 这是中共很多党员会问 他们不会问共产党何时死 他们不会问 他刚刚问这三个问题 我答这三个问题 我切身处地是一个共产党员 我不是共产党员 我切身假设我是共产党员 我答这个问题 绝对不能说重症 你说重症 就不得了 是吧 政治不正确 共产党死要面 总之就是说形势大好 毛泽东说形势大好 全国山河一片红 是吧 社会主义住房官 是吧 身质生产力 当然是感冒 有问题都是感冒 形势是 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 一定说感冒 这个断证 就已经出问题了 但它定性一定是感冒的 若方方面 要和国际斗争和合作呢 我答给你听 主要是斗争 但是和欧洲可以搞合作 搞这个合作就是想分化美欧 所以以斗争为名 合作为仿子 大概是这样的情况 这两个问题 都有清晰的标准答案 唯独是中间这个问题 究竟要急救 或缓治呢 是出现了分歧 你看一下 李强说这番话 就是他要缓治 但是习近平似乎不喜欢 你看最近这个人行的行长 这个潘弓胜 也有类似的说法 人行行长就说 不可以大收大放 共产党有句话 就叫做 一放就乱 一放就乱 一收就死 一死就放 这个循环 这个循环不断往复的时候 就不得了 所以习近平是很受这十六字 共产党的真言 挑拨的 他是很上心的 他的整个策略是什么呢 为免共产党自己的权力灭亡 他出了一个奇招 就是说他要中断这个恶性循环 而他的方式就是维持在死的位 就是叫做 一放就乱 一乱就收 一收就死 有他死 一收就死 停在这个地方 不可以由死到放 不会 因为这个情况一旦会持续的话 是一个螺旋来的 就是你看回 他会觉得邓江湖是不断创造这个螺旋出来 因为死就放 一放就乱 一乱就收 一收就死 你看看邓小平80年代 单数的年份就收 双数年份就放 你自己看80年代就是这样 这个螺旋不断是这样 spiraling 向下沉 你看看江湖放 放得久就乱 乱又想收 收又要放 死都不认 于是这个spiraling 这个螺旋式的往下船 就是终于去到地獄 会使共产党灭亡 而习近平出的绝招 或者毛泽东的方式就是说 他停在死的位置就行了 这个真的是绝招 就是说你死了 就是说你乱续收 收紧 不可以放 收得多紧都好 死都不可以放 就停在死这个位置 不放 这个就是习近平的玩法 这个玩法就是说 他想终结这个不断向下沉的螺旋 这个就是他的思维模式 他的目的是保住共产党的权 要你死不是我死 那么多人死我不死 你要趁地临 死哪些呢 红二代夫二代 割韭菜人矿 公务员 你们全部那些什么鬼 静安子那些 刚刚说的那些 你们死 死 再吵拿枪 八卦你 你一自杀 一被我杀 一破产死 一跳楼死 任你怎么死 你们会不会乱拿枪指着你 总之我就不会放 继续收下去 他想用这个方式终结这个螺旋 这个就是共产党一直以来的想法 你想想 这个做法结果是什么呢 你这样做法 他觉得这样才是真正的结论 你说是不是急救他救经济呢 他是不是缓治呢 习近平正在玩的 不是急救论 对抗李强 或者是说什么 官判公正人口行长的缓治论 他都不跟你说缓治 这些官员是否自己说下去 这些不揣摩圣上的意思 是不救论 不是急救 也不是缓治 是不救治 是不救治 搞清楚 是不救治 是不救治 惹他死 那这种做法 是不是很残忍呢 是很残忍 刚刚都跟你说了 已经有人跳楼了 而且这些死的人不止一个 很多人轻心 很多人忍不住 很多人忍不住 国贫民约 韭菜人矿 经济破产 民变政变 风享骤增 排外情况继续 贵而未崩的速度 势必加剧 一个日本人 一堆日本的学生 日本学校 有个癫老 拿着把刀 应该是在车上 在车上 想统瓜 所有在车上的 日本的 无辜的 幼稚园的小学学生 很小的 幼儿 一个中国人 擋了一刀 死了 结果就是整班的中国网民 狂闹这个 党都死了的人 是汉奸 人家紧急救助 牺牲自己生命 去保住车上 那么多的小孩 你想想 如果他不这样做的时候 说中日关系 一定出大问题 因为你不党都 杀了那么多的小孩 这个血债 日本人一定和中国算账 民族守恨 而现在今时今日 日本也都下半期 为中国的女人治爱 那结果是什么呢 一大堆的中国人 包围当地的警察局 要求去放兇手 这样的民族都有 这样的人渣都有 我觉得这个最夸张的地方就是这样 所以我说 你不要常常批评 就是说 批评就是反中共 不反中国人 你看 我给一个这样的fact 给大家看 是几多人 中了这些狼毒 要这样害人 是不是 而当胡锡进说 挡着尖刀的 他这个中国的女人 是中国人民善良正义的缩影 你知道网友怎么留言 有些国外的 比较善良的留言 这么说 握着陶刀的他 又是哪个国家人民的缩影呢 党都的是中国善良正义的缩影 握着陶刀的他 和那些包围警察局 要放兇手的那帮人 又是什么缩影呢 你认为在中国 愿意党都的人 这些人多 还是那帮包围的警察局 要求释放兇手的人多 You bet 是不是 所以我这个国家没得救的 我都不希望 我不是在救国救民 我不想做这件事 你自己想 如果你中国人依然是这样做的话 第一 切割 第二 一定独立 第三 一定跟你 对敌国方式针对你 培植自己好的实力 驱除共谍 壮大实力 国防民防 深入防 和美国 日本欧洲等 自由民主国家 连成一线 在我们自救之路 你们打过来 我和你打到底 这是台湾唯一的出路 至于香港 现在要忍的 香港人 一定要忍 就是淪陷 人人成为人矿 韭菜 刚刚说的东西 没有结构性的改革 没有制度性的改革 没有这个观念秩序的 重新的思考 一切都是涂业 枉延 很多人在这里说 只是反中共 不要反中国人 各位 这样搞法 这个帐国是没有救的 你不明白到中华文化的租魄 中国人的观念 他们这些叫做 整班异货团的想法 凡真台独要反 港独要反 美国要反 这种东西 变成了一个笑话 全世界都觉得 这帮人是瘋的 这帮人 瘋的 所以我觉得 远离中国 可不平安 今天讲很多中国的事 我们下一次再讲其他议题